孙悟空成佛之后,菩提祖师为何再次现身? 你听他对孙悟空说过什么? 在西游记的开篇,吴承恩以一个天地所生的孙悟空 牢牢吸引了读者们的眼球 随后,吴承恩又借着一个神通广大的菩提祖师 让孙悟空学会了长生术、变化术和飞行术 毋庸置疑,天赋异禀的孙悟空的确深受菩提祖师的喜欢 否则菩提祖师就不会屡次出暗米考验孙悟空 也不会传授孙悟空多门高深法术 不过,神功出城的孙悟空开始得意忘形 以至于卖弄神通变成松树 最后被菩提祖师扫地出门 出了方寸山的孙悟空凭借菩提祖师的法术大显神手 同时也犯下了弥天大罪 长言道,不有恶报 孙悟空为自己犯下的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先被如来用五行山压了五百年 随后又踏上了漫漫取经之路 孙悟空离开菩提祖师之后 历经过诸多生死磨难,饱受过不少冤枉委屈 但明知爱徒受苦受难 菩提祖师仍不愿现身 否则以菩提祖师的神通 并能让孙悟空扭转乾坤逢雄化吉 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 被如来压在了五行山下 五百年来,没有一个相识的肯去看他 如果菩提祖师能在这个时候出现 孙悟空必是欣喜若狂 甚至痛改前非 即便孙悟空走在取经路上 菩提祖师仍可以出手相助 在白狐岭三打白骨精的时候 孙悟空展现了自己尽职尽责的一面 却被唐僧猪八戒联合起来 撵出了取经队伍 此时的孙悟空受尽了委屈 若菩提祖师恰逢其时的出现 孙悟空必定欢呼雀跃 然后跟着菩提祖师一同返回方顺山 再也不敢武作非为 在武装官的时候 孙悟空暴怒之下 推翻了镇原子的人参果树 他上天入地找了三界各路神仙 为的就是寻找一个办法救活人参果树 如果菩提祖师能够及时出现 孙悟空不但能够解了燃美之急 还能在地先之祖镇原子的见证之下 和菩提祖师重修于好 在真假孙悟空这一难中 孙悟空被六儿弥猴搞得焦头烂额 不仅唐僧再次误会了孙悟空 就连老十八交的沙盒上 也扬起想要保障和孙悟空以命相搏 历经这一难的孙悟空万念俱灰 他甚至向如来佛祖提交了辞职书 如果菩提祖师亲临现场会如何 他不仅能分辨出六儿弥猴 还能带着孙悟空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然而直到孙悟空走进大零四 菩提祖师依旧没有现身 正如菩提祖师和孙悟空说的那样 你这一句定声不良 凭你怎么惹祸行凶 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 菩提祖师的言下之意很明显 孙悟空得了神通之后性情大变 再也不是当初那个不忘初心的求学者了 除此之外 菩提祖师还拥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他很清楚 没有去除二心的孙悟空 简于此 菩提祖师这才狠下心来 和孙悟空断绝了师父关系 也就是说 只要孙悟空的祸根尚未清除干净 菩提祖师是绝对不会和他再见面的 古人云 浪子回头尽不患 孙悟空切而不舍地跟着唐僧 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 其心革面的他不仅驱除了心魔 还成了临山的斗战圣佛 可以遇见的是 随着孙悟空的成佛 菩提祖师必定会现身和孙悟空相见 对于菩提祖师的良苦用心 孙悟空已是感慨万千 菩提祖师不是不见 只是时候未到 否则贸然现身 只会让自己的成佛大业半途而废